全民反毒总动员共创无毒健康家园 14校联合舞展在中心文创园区 宜兰孩子炫武技 五阶国中小艺文连演 八校学子秀才艺 募集出国训练经费 圆山国中女子篮球队一卖鱼丸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毒品的问题 宜兰地检署 宜兰县政府跟宜兰地方法院 兼共同举行的反毒总动员 共创无毒健康家园 从您我做起的实施大会 由县长吴哲成 检察长跟宜兰县的各界代表 共同宣示反毒的决心 要彻底打击毒品犯罪 今天反毒联合适事大会 由县长 地检署检察长 地方法院院长 以及县内各界代表 一同减断象征毒品源头的布条 宣示反毒的决心 请减断 一刀剪断毒品 向天剪断毒品源头 共创宜兰无毒健康家园 主办单位希望借由适事大会 来配合行政院所推出的新世代反毒策略 结合检警调等相关单位 共同打击毒品犯罪 让宜兰成为反毒典范 并呼吁全民加入反毒行列 消除毒品对国人的危害 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人都要担任 剧毒反毒的角色 不但你不要碰他 你如果发现 有朋友亲朋好友 有发现到异状 也希望能够欠党 那么也希望能够跟我们来举报 那么让我们来提早介入 提早发掘 提早防范 我想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来解决 毒害这一块在这个少年案件 其实是非常的多 照我们的这个计算 差不多有十件里面有四件 这个少年犯都是属于毒品的犯罪 那我们也希望有一天 能够在法院的案件审理过程中 能够看到毒品案件能够数字越来越少 我想这个也可以代表说 我们台湾在反毒的这一块 其实是越来越好 任务院他宣誓新的反毒行动的纲领 他现在做法比较不一样 就是要从以人为中心 去追追他的那个犯罪的网络 要把他溯源断根 四十大会中也颁奖表扬 反毒有功的个人和团体 感谢他们长期的付出和奉献 共同营造无毒健康的家园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 同样也是要来反毒 宜蘭县政府卫生局 响应5月31号的世界五言日 昨天在罗东文化工厂 举行了健康宣导嘉年华 邀请宜蘭县的幼儿园 郭忠晓组成15个队伍 打造创意的巨烟反毒舞台 也设计了传观游戏 让宜蘭县民在游戏当中 可以提升健康的意识 了解到健康习惯的重要性 为了维护宪民的健康 宜蘭县政府卫生局 6月4号在罗东文化工厂 举办了健康宣导嘉年华的活动 邀请县内幼儿园国中小学 组成了15个队伍 并也让他们发挥创意 用各种装扮 告诉大家巨烟反毒 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好玩 你刚刚做什么 拒绝抽烟 拒绝冰蓝 为什么要拒绝抽烟拒冰蓝 因为抽烟对身体不好 夹冰蓝或死翘翘 这是一个巨烟拒冰蓝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可以用非洲谷 来就是表演 然后希望可以传达到 就是让大家巨烟巨冰蓝 然后找回健康 我觉得这个活动还蛮有意义的 对 因为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很有精神 觉得很健康 卫生局表示健康宣导嘉年华是响应5月31号的世界无烟日 以无烟 巨烟 反毒跟护炎为主题 设计出找回儿时健康记忆的闯关游戏 融入各种的健康议题 让全家大小可以在游戏当中提升健康意识 而小朋友也从小培养健康的好习惯 今天的活动是为了要响应531世界无烟日的一个活动 那特别就是以巨烟 反烟 反毒跟势力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为主要 那我们特别也邀请了县内的国中小幼儿的团队 总共有15队来进行有关创意秀的表演 以这些议题来做一个呈现 那特别我们在周边的也设计了一些闯关的一个游戏的摊位 包括有一些传染病啊 或者是医疗资源的一些议题 还有食安的议题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议题 然后让大家有一些健康议题上面的一个认识 根据国民健康署105年 全国青少年吸烟行为调查统计 宜兰县国高中生105年 吸烟率都比全国平均还要高 加上年轻人吸烟容易成瘾 所以卫生局推动无缘校园跟家庭的活动 希望借此让反烟聚烟的观念 可以深入学生的心中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接下来看昨晚最热血的表演 历经了一年多的筹备时间 2017年宜兰十四校联合舞展 昨天晚上在舞杰中心文创园区热情登场 除了十四所大专院校跟高中职的学生以外 在地的职业舞团也参与其中 而精湛的舞艺 让台下的民众是尖叫声连连 而现在就透过镜头来重温昨天晚上舞展的精彩画面 十四所大专院校跟高中职学生轮番上阵 尽管舞风不同但精湛的舞异 让台下民众尖叫连连掌声不断 也让中心文创园区越晚越有活力 10岁ta 10岁 지亚 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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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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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校服跳着大合舞 为舞展画下完美句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代表舞展的企劃團隊 藍金武力 上台感謝14校的學生 跟文化局等單位 讓這次的舞展順利完成 藍金武力期待這次的舞展只是開始 希望可以喚醒更多新舊夥伴 對舞蹈的熱情 讓宜蘭的街舞文化 在中興文創園區重生 宜蘭新聞記者林耀珍 才反過倒 也是精彩的表演 武杰鄉公所為了提升 武杰學子的藝文素養 八所國中小學 昨天在武杰國中的舞動館 舉辦了藝文聯合展演 包括了國樂、陶笛、太鼓跟熱舞的表演 讓學生透過聯合展演 展現平時學習的成果 同時也可以互相觀摩交流 從國樂、演奏到舞蹈 武杰鄉的孩子們 擁有多元的藝文才華 為了展現他們平時在學校的學習成果 6月4號在武杰國中的舞動館 舉辦了藝文聯合展演 公所希望透過演出 為學生打造舞台 讓他們之間可以交流鍋膜 激盪出更多的藝術火花 給每一個小朋友一個舞台演出的機會 讓他們互相切磋記憶 也讓他們能夠相互欣賞彼此的才華 也讓家長們能夠見證到他們小朋友的優質表現 音樂或舞蹈 可能是他們的第二專長 也可能是他們終身的事業 今天的藝文展演總共有11個節目 包括管樂、弦樂、陶笛甚至舞蹈等等 總共有11項精彩的節目 舞杰國中小的藝文聯演總共有8間國小學生參與 學生們對自己可以把平時學音樂的成果表演給熟悉的人看 心情是緊張又興奮 而且還可以觀摩到其他學校的精彩表演 覺得很有收穫 很特別因為以前比較不常表演給認識的人看 剛開始會很害羞 可是表演多次了之後就覺得跟大家分享音樂 或者是給大家知道古針也是可以彈得那麼厲害 有成長吧 從對樂系的沒有那麼熟悉到更熟悉 然後到團隊的整個默契 還有樂譜的流暢度都有在增加當中 就是覺得自己可以再更進步 然後因為有交流所以會認識更多朋友 然後就交流會變得比較多 然後比較變得廣泛 去年也有表演過 所以就還蠻熟悉的感覺 再加上之前可能都會在 就之前比賽結束成果展都會在宜蘭演藝廳表演 所以比較不怕說緊張那樣子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表演就覺得還蠻高興的 因為除了自己表演以外 還可以靠別人的可以互相比較欣賞 今晚的一文連演安排了中西樂曲的交錯 跟青春熱舞等精彩表演 提供舞台給五個小孩 用音樂舞蹈秀書自我 也讓大家看見他們對未來夢想的努力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採訪報導 來看一群孩子為了自己的夢想所做的努力 圓山國中的女子籃球隊受到小馬籃球協會的邀請 月底即將前往大陸做11天的遺地訓練 預計需要40多萬元的經費 為此女籃隊員 昨天就特別來到了宜蘭市的新月廣場 來逸曼圓山的美食魚丸 希望可以募集各界的愛心 讓訓練可以順利成型 安排了11天的一個一地的訓練的行程 那我們總共需要的經費大約要40萬的旅費 那我們當然我們自己小孩子跟學校的經費是有限 所以我們想說透過結合圓山在地美食的這樣一個精神 對 然後幫忙推廣我們圓山的在地美食 然後一方面也幫小孩子募集這樣一個資金 有一年出錢 有來出來 來這裡愛心顧北他的希望 我們遺寸的希望 來幫他幫忙 讓他們旅途能夠很順利 要準備有夠這樣 我們今天邀請我們很多私友都會來這裡 就來跟他搭三天 搭修廳 希望他們運動賽事可以很順利 成績也會越來越好 女人對自食其力的精神令人感動 許多人都主動掏腰包來幫忙 包括圓山國際獅子會 以及依蘭市長都捐款協助 當然身為地主的圓山鄉長也愛心不樂人厚 表示不足的部分他將會全部來負責 對於圓山國中比較不是市區或是比較偏的學校 那其實他有一些能見度 那今天在這個活動我覺得每一個宜蘭市民 甚至喜歡籃球 或是對於那種未來教育的人 應該要貢獻一份心力 我也沒有買很多 我們其實就盡力我們可以的這個能力 那非常希望他們有好一點的成績 會宜蘭來打拼 我們會集結我們的這個力量 來讓各界來響應這個重要的活動 所以我們也募集了一些管項 要來共同配合 希望我們宜蘭縣 圓山國中的女籃球隊 可以把我們宜蘭最好的運動精神 體育精神 還有我們的宜蘭精神 帶到我們國外去做最好的一個宣量 那我們定年度的這個補助經費20萬 不然也是由我們公所發動的 我們這些企業家來幫忙 那我們來看今天所有的愛心 一中一後 光臨眾多少 當然不夠的 這由我出面來 來做這些經費 我最初經過大家來打拼 一定會讓我們的女籃隊 可以誠實 相信有大家的幫助 圓山國中女子籃球隊 一定能順利出國比賽 讓球技更進步 繼續為宜蘭來爭光 宜蘭新聞記者賴夫 新採訪報導 此外基金會所主辦的大手拉小手 公益親子圓遊會 昨天在宜蘭運動公園舉行 現場不但有美食 遊戲跟生活市集 舞台上還安排了一系列的精彩表演 而圓遊會的所得 會用來協助弱勢的家庭跟孩子們 讓參與其中的民眾 也可以一同做愛心 圓遊會現場共有78個攤位 包括有飲食、遊戲、生活市集等等 慈懷基金會非常感謝各界的協助 讓活動更熱鬧 並幫助募集服務基金 來照顧更多的弱勢孩子和家庭 我們此外的這種精神 我們是永續經營的核心要件 所以說在這邊我非常感謝今天參與 我們今天來這邊參與這個 圓遊會的各位鄉親 給各位愛心人士 那麼由你們我們此外 決定會更做得更好更壯大 在我們宜蘭這個土地上 能夠做到大家共同來關懷 我們需要關懷的一面 讓我們這個弱勢族群可以感受到 我們對他的關心及關懷 另外我們也感謝基金會 能夠長期在推動各項的公益上面 都做到盡善盡美 尤其很多的志工共同的投入 這個就是我們宜蘭所謂的 好山好水好人情 慈懷基金會表示 這次活動所目得的經費 將作為首富弱勢兒童少年保護服務 讓中心所收容的學員 有更完善的安置和照顧 讓在地弱勢家庭的孩子 也能平安長大 把今天所寫以下來的錢 用在我們關懷熱視家庭 跟我們圓童所裡面的設施更為加強 因為我們在104年的中央評鑑裡面 那麼中央是要求我們的設施 特別是電腦教室要加強 所以說我們今天所圓優惠所寫以的 當然第一個就是我們圓童的 那個資訊的設備 那麼照顧熱視家庭 這是我們今天圓優惠的目的 主辦單位也在現場安排 許多精彩的表演節目 讓圓優惠更熱鬧更有意義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想要幫助社福團體 現在有另外一種方法 南部一家安全帽業者 今年第二度捐了兒童安全帽 給宜蘭聯合券目基金會來意賣 每一頂的愛心價是100元到150元之間 不僅可以增加聯合券目基金會的收入 還可以幫助社福團體 色彩豐富又是卡通圖案的兒童安全帽 想必孩子看了一定喜歡 這是南部一家安全帽業者 所捐贈給宜蘭聯合券目中心意賣的 數量有157頂 那非常感謝這一次有一個安全帽的廠商 捐贈了157頂很可愛的圖案 然後是兒童用的 那這些安全帽呢都是非常可愛的 授權的正版的卡通圖案 非常的搶手數量有限 而這也是業者今年第二度所捐贈的安全帽 每頂安全帽愛心價在100元到150元間 一開賣就相當搶手 而所得金額將用來補助社福團體 讓公益更有力量 宜蘭聯合券目基金會 是在做資源整合的平台 那所募集的經費 是在幫助宜蘭縣的弱勢團體 跟急難救助的個案 擊殺城塔 那我們希望說 透過一頂一頂的安全帽的義賣 雖然價格非常便宜 但是我們把這些愛心聚集起來 那變成一個捐低成和 那幫助我們需要的對象 響應公益除了現金之外 物資的捐贈也是一種表達支持的方式 想要選購的民眾 可以上宜蘭聯合券目基金會網站 點選義賣小鋪進行交易 宜蘭新聞記者黃朱翰同步道 新聞最後來關心天氣跟中央氣象表示 今天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雲到勤的天氣 而東部跟東南部地區有局部性短暫陣雨 而午後中部以北跟東北部地區有局部性短暫雷陣雨 提醒民眾要特別注意 繼續來關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情 明天以外地區是多雲午後短暫雷陣雨的天氣 將舉例預測60% 氣溫是25到31度之間 繼續來關心明月的氣象 新聞最後有拍拍我的寶貝 請民眾不要錯過各個寶貝可愛的模樣 以上今天的伊蘭新聞 我是劉耀珍 感謝你的收看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盛行 我們也同一時間再會 春天乾聰明 寶貝 她是一切平安盛行 她有準備好一個特性的 金魚 1個 5個 一分三個人 6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